大家好 我是香港棋權教室的首席講師 杜紹鴻 杜sir Freeman 今天在信報專欄棋權教室有文章 題目是 再談棋權操作與知行合一 這篇文章分上下 今次是下 再談棋權操作與知行合一 多年教學 不者是將棋權操作用於知行合一 並衍生出以下三句 在下並非要討論黃陽明的思想 只是講出自己的領悟 希望藉此引發操作期權人士的思考 一 先知先行 及不知不行 不者是強調操作期權真的不要急 因為這是個lifetime的part time job 若各客是典型的價值型投資者 長期持有股票 持有股票的日子都是可以操作期權的時間 期權分股票的期權和指數的期權 不者的期權書籍也是將次兩大類分加 因為操作期權策略大不相同 開始學習期權最好是兩類都學 了解其相關性非常重要 這就是知 落場前一定要知 如果在學習中對某類特別有興趣 而且有自信心 就應該先知先行 總結出多少經驗 這樣就可以行得更好 但若在學習的過程中 覺得太複雜很難明白 不者見過這類人士 那就應該不知不行 請各位讀者不要誤會 這並不是負面的說法 不者經常有此建議 因為這實是懂得放棄自己的不擅長 第二 知而不行與未知先行 不者曾經與一位非常精明的中年男士交流 他年輕時作機構擔任期權的講師 論著期權他未非適無 strangle、threadle、butterfly 各種招式講過不停 非常興奮 不者問主要是做股票或是做指數 他回答都沒有做過 問為何?答太費時間 這是精彩的回答 因為操作期權的確是頗費時間的功夫 在教室堂上 不者的解釋是用日文的醬 takumi 不者90年代做生意 每月都要去日本 非常欣賞將事做到極致的日本醬文化 我等散戶操作期權 就要具備醬人心態 這位精明男士深知此理 所以知而不幸 這是上聖人家的思維方法 懂得在其他方面投資自己 在教室堂上 不者也見過一些因操作期權 輸錢而來上課的人士 此理人士的提問經常都是反問他 這不是這樣的嗎? 可見在其腦中已有既定的模式 這種現象就是未知先行 來求完教室學期權當然要付學費 但課堂上的學費 一定要遠遠低於交給市場的學費 而課堂的價值就是令繳付市場的學費降低 三 知行合一的 知助於行 不者非常欣賞知行合一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此舉 會引導自己聰明地投資自己 不值得觀念認為人生在世 有知就會有行 但上人而言 知是無限的 而行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不能盲目地去追求各種知 求知聽起來雖然頗為上盡之意 但因為我們不可能都去行 現實地說 就要避免出現學無所用的現象 知在於行 就是要在行的路途上 不斷地去追求行所需要的知 這就是尊 只有尊 投資自己 才能夠做到精準 記得信步專欄投資日記 當年的主筆曹雲超有篇長文 標題就是 飯飯店就是沒有飯店 我們此刻處於資訊爆炸的年代 若讓用都要知 根本無法行 就不至此 讀者應該明白為何不只認為教就是學 而且享受學的過程 令自己可以行得更穩 我們互助當下 在AI人工智能面前 必須實際再實底地努力 聖人和長者們的智慧 是值得我們在自己實踐的過程中 持續地學習 這樣 要在期前操作中 找到自己的路 並非難事 此文 傳編完了 好 今期文章就到此結束了 期權教室成立在2008年 賭Sir自2007年起 讚寫信步專欄 期權教室至今 15年來從未間斷 2018年更榮獲香港交易所頒發的 Stock Futures and Options Education Partner Award 以感謝賭Sir對港股期權教育的貢獻 而期權教室出版的各種書籍 在香港以及台灣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大家也可以在教室網站上面的網上書店賣到 建議落場之前先要提書 下期文章在6月30日 到時我們再見 拜拜